早在明清时期 东北的粮食要运送到关内 最重要的运输途径就是水运 黑龙江 吉林 内蒙的运粮马车 源源不断地来到田庄台 通过大辽河入海将粮食运往关内 再将关内运来的各种商品运走 热闹的贸易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这里生活 久而久之 各种各样的字号应运而生 两平方公里的田庄台 街面上有字号的商铺500多家 有字号的500多家 不算行赏游赏 你从外地的船来了 来到地方之后它得吃饭 是不是这是一个正在卸船 卸船人家吃饭 田庄台最出名就是小吃 主要是为刚才我说的这几夫 船夫 这些人服务的 船夫 脚夫 脚夫 杠夫 还有车夫为进行服务的 这里是田庄台中心商业街 如果一百年前来到这里 你会听到想撤几条街的小吃吆喝声 看到街道两旁挂满的商户招牌 一百年后再次踏足古镇 你依旧可以品尝到百年前的老味道 领略这座辽河古镇的繁华 1917年的大辽河岸边 这嗓子叫卖声一出 无论是船夫还是车夫 都会深深地咽下一股口水 晚三爷的水饼和饺子 过去在田庄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最出名的就是薄如纸的晚三爷水饼 一百年过去 水饼的第三代传人晚玉德 依旧记得当年父亲买卖的火爆 您印象里边过去是您父亲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叫卖声 我父亲就是喊羊馅饺子了 饺子肉的 当初您父亲那个嗓门跟您比怎么样 我父亲的嗓门二里地都能听着 那老爷嗓门好啊 生意那么大 就是说句报个电话 老爷在这儿喊好几堂都能听着 晚三爷的水饼之所以卖的火 首先是吃着方便 既能当主食又能卷菜吃 码头干活的工人为了节省时间 买了水饼赶紧吃完继续干活 水饼其实是一种大大的薄饼 薄的透亮 然而却颇为柔韧 入口极其筋道 最建功利的地方 就是追求饼极致的薄而不破 这个擀门杖是我父亲传下来的 有四十多年了 他可能是用过的最后的一个擀门杖 对对对对 但我摸起来在中间那个位置啊 好像跟两头的这个光滑度不太一样 现在中间的已经没有度数了 又没有这个骨度了 他咋的呢 死后你擀前吧 他都得用这个这个位置 已经磨平了 现在已经跟两边 擀了太多张的比 对 擀门杖的旁边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陶质的钢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点 在这个位置啊 好像就是这三根手指啊 经常好像有抓了这个 磨的这个一个痕迹 都已经凹进去了 而且也漏了里边这个泥胎了 这钢是 先问 做什么用的 这钢是就是我父亲 在这时候活的 我爷爷那边传给他的 是活面 是包脚的 也用他活 是烙瓶也用他活面 他活面前都是右手把子 在这里头 转着 刚刚要转着 对 来回就 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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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